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50岁了还要创业 觉得挺不容易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觉得当时这个创业的时候啊 这个家庭啊 和睦 兄弟呢 团结 都是想共同的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快递企业 可是现在呢 这个兄弟分岛养标了 这些也挺酸的 是 其实如果要说到这一天 可能就是2008年10月16号这一天 是您向您的二哥陈东生提出 要离开待机率 分家的时候 您提出要把自己的股份买下来 您出的是一元钱一股 原始股 您那二哥居然也就没说加点价 因为那时候市场连普通员工买回来都得一块六了 您说一块他就一块 你做了15年也就2700多万 对 亏不亏 肯定亏了 你为什么这么坚决要这么做 呃 一个是感觉到 呃 这个呃 我们之间的这个矛盾没法调和 在接受通过15年 它走的是一条企业项目物流的这种大物流的模式 一个电子商务的兴起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电子商务受到了物流和资金 就这个瓶颈的这种制约 造成了电子商务发展受阻的这种状态 状况 就是很让我揪心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我是满腔热心 或者说充满着信心 想来做这个小件和电子商务的物流和资金流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 但是呢 因为呃 前期的改革呢 这个投入量太大 再加上这个风险投资呢 因为金融危机 呃 中途又毁约 呃 前面又倒会 嗯 这样就造成了 当时仔组的改革呢 是骑虎难下 嗯 呃 往前走吧 要涉及到一个 呃 资金流的压力 嗯 呃 往后退 前面的改革就全功尽弃了 对 所以这个矛盾就摆在我们两兄弟的面前 你们是各执一词 你是要往前走 那哥哥说 往后退 第二个是感觉到我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我觉得我要重新再起航的话 怎么也要拼一个五到八年 所以我觉得要是再耗一两年的话 我真的没有时间了 呃 第三个呢 我觉得